寒流来袭奇闻骤降 着心向古丰村一名身杖独居老人 晚间坐轮椅返家 却被卡在住家前方斜坡道 而气力用尽 经巡逻派出所远景发现后 立即下车推一把 让独老顺利进屋避寒 避免汗室发生 寒冷深夜 巡逻远景远远看见了这位 坐在轮椅上的身杖老人 因受动而无力前进返家 望着前方斜坡道不知所措 远景见状立即下车协助 远景的举手之劳 让在屋外收含多时的独居老人 顺利进入屋内避寒 令独居老人内心充满暖意 万分感谢 该言表示因 坐着轮迷出门购物 当时天气 太冷又弃船 所多僵硬无法转动轮子 并请问要不要就医 金先生回应不用 请帮我推回家中休息 警方也请 隔壁邻居多多照顾 本分级大家长 温基新分级长 厂丁领各所同仁 对于部落的弱势家庭 及敞战人士 要多多的关怀 落实为民服务的精神 入冬一来 首波寒流 气温骤降十几度 论天派出所有建于 部落高龄人口居多 因此日夜加强巡逻 维护治安交通的同时 也随时关注年长者生活动态 能在第一时间内 提供适时的服务与协助 避免憾事发生 派出所用心 为民服务也获得 部落的支持肯定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